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时尚餐桌美学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 水晶透视 玻璃器皿的透明美学 二 星空之夜 星际元素的餐桌布置 三 田园诗篇 乡村风格的温馨餐桌 那么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水晶透视 玻璃器皿的透明美学 各位亲爱的学生 历史爱好者 以及那些偶然迷路 闯进这堂科的好奇宝宝们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 那些让人眼睛一亮 心灵得到进化的透明奇迹 玻璃器皿 这个话题 我们可以称之为水晶透视 玻璃器皿的透明美学 首先 让我们来点科学知识 玻璃 这个看似普通的材料 其实是一种非精致固体 这意味着它的分子 没有规则排列成固定的结构 这也是它能够 如此透明的原因之一 但是 别以为这透明小玩意 而是近代才有的新鲜事物 玻璃的历史可是古老而悠长 它的制作技术 可以追溯到大约3500年前的 古埃及和美索布达米亚 现在 让我们时光倒流 想象一下古埃及的工匠 在沙漠中的火炉旁辛勤工作 他们可能在想 嘿 如果我们把这沙子 加入到足够高的温度 会发生什么奇妙的事情呢 然后 经过一番实验和巧合 玻璃诞生了 这些古老的玻璃器皿 不仅仅是用来盛水或装饰的 它们还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 跳到罗马时代 玻璃器皿的制作技术 得到了革命性的发展 罗马人发明了 吹制玻璃的技术 这让玻璃器皿的生产 变得更加快速和多样化 想象一下 一个罗马人拿住一根长长的吹管 在炙热的玻璃块上 吹出一个个泡泡 然后 这些泡泡在他们的巧手下 变成了精致的酒杯 瓶子和花瓶 这些玻璃器皿不仅透明 而且轻巧 可以说是古代的高科技产品 但是 玻璃器皿的透明美学 不仅仅是视觉上的享受 它们还有一种神奇的能力 那就是让光线穿透 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光明和色彩 当阳光穿过一个彩色的玻璃窗 投射出斑斓的光影 那一刻 你会觉得自己 仿佛置身于一个魔法世界 现在 当我们在现代家居商店 你随手拿起一个玻璃杯 可能很少会想到这背后数千年的历史和工艺 但下次当你举起那透明的酒杯 不妨想一想 这杯子里不仅仅成住美酒 还成住人类文明的智慧和创造力 所以 亲爱的同学们 下次当你们在派对上 或是在家中悠闲地享用饮料时 不妨对着那透明的玻璃器皿说一声 感谢你 古老的创新者们 因为你们 我们的生活如此有光有色 让我们为那些古代的工匠们举杯 因为他们的创造 让我们今天能够享受到这透明的美学奇迹 Cheers 香槟杯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星空之夜 星际元素的餐桌布置 各位尊敬的夜空爱好者 宇宙探险家 以及偶尔抬头望星星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 那些闪闪发光的天体 背后的秘密 星际元素的餐桌布置 这可不是一顿普通的晚宴 而是一场宇宙级的盛宴 每一位参与者 都是从恒星的炉火中诞生的元素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这张餐桌 这不是一张普通的桌子 而是一张 由恒星核心反应所铺设的餐桌 在这里 氢和亥是最早到达的宾客 他们是宇宙派对的老宾客了 毕竟他们是在大爆炸后 不久就形成的 随着派对的进行 重元素逐渐加入 这些元素像是碳 但 氧 都是在恒星的内部 通过荷荣荷反应烹饪出来的 这些元素就像是 派对上的开胃菜 为后面的盛宴做好了准备 但是 真正的派对 高潮来自于那些更重的元素 像是铁 镍等 这些元素需要在更加激烈的环境中 才能形成 比如超新星爆炸 这可是宇宙中最壮观的烟火表演 当一颗恒星的生命走到尽头 它会一场壮观的爆炸告别 将自己内部的元素散播到星际空间中 就像是派对结束时洒下的五彩纸线 这些散播开来的元素 随后会形成新的恒星和行星 甚至可能成为某个行星上生命的基础 是的 你莫听错 我们和这些元素之间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的身体中的碳 蛋 氧 甚至是铁 都来自于恒星 换句话说 我们都是星辰的后代 是宇宙派对上的遗产 所以 下次当你在夜晚仰望星空 不妨想象一下 那些闪烁的星星 不仅仅是遥远的光点 它们是宇宙历史中的一夜 是元素的诞生地 也是我们存在的证明 而我们 就像是宇宙餐桌上的一道菜 经过长时间的烹饪 终于被宇宙的大厨 呈现在这个星际盛宴上 所以 下次当你 吃到一块苹果 或者喝一杯水 不妨对着它们说一声 感谢你 来自星星的礼物 毕竟 没有那些恒星的心情工作 我们的餐桌将会空空如也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田园诗篇 乡村风格的温馨餐桌 好的 让我们一起漫步 进入这个 充满田园风光的美妙世界 探索那些让人心旷神怡的 乡村风格餐桌 它们不仅仅是用餐的地方 更是一种生活的艺术 和情感的寄托 首先 想象一下 你正走在一条 蜿蜒的乡间小路上 两旁是金黄色的麦田 远处是低矮的农舍 吹烟鸟鸟生气 你推开一扇篱笆门 眼前出现了一张 布满格子桌布的木制餐桌 上面摆放着新鲜的野花 和钢斋的果实 这就是田园诗篇中的一幕 它讲述的是一种简单 自然 回归本真的生活方式 乡村风格的餐桌 通常采用自然材料 如未经精细打磨的木头 粗犷的食材 或是手工编制的麻布 这些材料 本身就带有岁月的痕迹 和自然的纹理 它们讲述着乡村的故事 也映射出 使用者对自然的敬畏和热爱 在这样的餐桌上 餐具往往也是精心挑选的 可能是陶瓷的 带有手工制作的 不规则边缘 或是带有 乡村风情的花纹 这些餐具 不追求工业化生产的 完美无瑕 而是强调 一种原始的美感和手感 而食物 哦 那是乡村餐桌上的灵魂 想象一下 一盘盘用家里自种的蔬菜 制作的沙拉 一锅炖的酥烂的乡村炖菜 还有那自家烤制的面包 每一口都是对大自然 最诚挚的赞歌 但是 别以为乡村风格的餐桌 就只有温馨和宁静 有时候 它也会有一点小淘气和幽默感 比如 你可能会在餐桌上 发现一个用旧靴子做成的花瓶 或是一只用餐精指做成的小动物 这些小巧思 不仅为餐桌增添了趣味 也让人在享受美食的同时 感受到一种生活的乐趣和创意 总之 田园诗篇中的乡村风格餐桌 是一种对慢生活的向往 一种对自然的尊重 也是一种对生活美好侧面的追求 它告诉我们 即使在这个快节奏的现代社会 我们仍然可以找到 一片属于自己的宁静角落 享受那份简单而纯粹的幸福 所以 亲爱的朋友们 下次当你们坐在餐桌前 不妨试着打造一个乡村风格的温馨餐桌 让自然的美丽和纯真的情感 充盈其中 让我们通过这个小小的餐桌 回归自然 感受大自然的力量和美好 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中 让我们找到一份宁静和幸福 让乡村风格的餐桌 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首田园诗篇 现在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和观点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 好